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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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各位伙伴大家好 那首先我們先謝謝剛剛 王宣豪警察官精彩的這個解說 那接下來就由我來跟各位 分享我的經驗 那我是... 首先呢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在擔任公訴警察官期間 所遇到的五個跟家暴關係 有關的這個案件 那第一個呢是已經離婚 但是仍在同居關係中的 這個前配偶關係之間 所發生的這個傷害事件 那他們夫妻之間因為吵架 那先生呢就徒手毆打太太 那導致呢太太頭部頸部 還有四肢都有擦措傷 那這個案件在偵查當中 並沒有和解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案件 送到公訴停去了 那在公訴當中呢 這個夫妻之間呢是已經有達成和解 那先生呢也因為他坦承犯行 然後呃態度也很良好 那這個太太也願意原諒他的前夫 那所以呢 只是他希望說他的先生不要再繼續騷擾他了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法官就給他做這個 呃緩刑的宣告 嗯...然後但是附帶的條件就是說 不准再騷擾他的前妻 第二個案件呢也是夫妻之間呢 發生了這個衝突 那先...太太是說 他先生呢拿這個玩具呢丟他 然後再用手去打他 然後這個案件到了審理當中呢 先生承認他們當天只有發生爭執 也承認有拿玩具打他 但是說他用玩具打他 不會造成他身體四肢這麼多的傷害 那他是否認說有用手去打他太太的 那這個案件呢 在審理當中的時候有傳他們的兒子來作證 後來法官是依照說這個孩子呢 這個證詞明顯是受到他母親暗示 偏袒他母親所做出來的 那這個太太呢對於他被毆打的原因 他先生出手的這個狀況 以及這個傷勢的這個部分 有對不起來的情況 那因此呢法官對這個案件呢是做無罪的判決 第三個案例呢是發生在兄弟之間的這個情況 那兄弟之間因為家族、企業、內部經營權的爭執呢 長期以來感情都不是很好 那常常會有這個傷害、吵架的這個事件發生 那在又一次的爭執事件當中呢 兄弟發生互毆 那哥哥就對弟弟提出了這個告訴 那經過檢察官的偵查 就把這個案件呢送到法院提起公訴 那弟弟發現呢說 哥哥又為了這個矽固的傷害事件呢 對他提告他心有不甘 後來呢也跟檢察官提出這個傷害的告訴 那這個案件呢就發生在一部分呢 系數在法院 一部分呢還在檢察官的偵查當中的這個情況 那我在這個審理庭的 在公訴庭的這個情況呢就是說 經過這個永常調查 然後而且雙方都會一直在陳述說 過去所發生的種種歷次 如何不堪彼此對待彼此哪裡不好的這個情況 那在一直在陳述這樣的情況的過程當中 後來呢弟弟就覺得實在是不堪其擾 常常要跑法院 後來呢他就決定說那他要認罪 那他對於哥哥的這個情況 的傷害犯行呢他也不追究 因此呢這個部分呢在法院呢 是對這個弟弟的傷害行為做了判決 然後判決拘役20天 那弟弟呢到這個偵查庭呢 就對哥哥撤回告訴 所以呢檢察官在這個 哥哥傷害弟弟的部分呢 則是做了不起訴處分 那以上三個家庭暴力的案件 是屬於傷害的這個案件 那從這些案例當中 我們可以感受到 家庭成員關係可能會因為情感上面 或者是利益上面而發生爭執 然後產生了這個令人遺憾的這個情況 那特別是在這個親密關係的 夫妻關係的這個情況 更是如此 在這個夫妻之間的這個 家庭暴力的案件當中呢 經常會發生 夫妻之一方要傳喚他們 共同的這個子女來出庭作證 那這個就是等於說 讓這個子女要去陳述 他們父母之間不合的這個情況 或者是有被迫要選邊站的這個情況 那這個影響呢 有的時候對子女的這個影響來說 可能會比夫妻之間本身發生的衝突 案件影響更深遠 傷害可能會更大 家庭成員間所發生的這個暴力事件 它的原因呢 背後都是長期以來的恩怨糾葛 並不是很容易可以化解的 但是這個案件如果已經到了法院 或者是遞檢署 那我們也希望可以透過第三人的力量 來協助他們的這個感情的修復 第四個案例呢 就是古希之年的公公 然後對他的媳婦 然後先後三次以強行 從背後抱住這個媳婦的方式 然後用手抚摸被害人的胸部下體 以此強暴的方式 然後來行強制猥褻的這個行為 那這個行為呢 構成刑法第224條的強制猥褻罪 同時呢 也是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二條第一款的這個家庭暴力罪 那後來這個案件到了法院 被告跟被害人之間有達成和解 那被害人也願意原諒他的公公 那法院有考量到說 這個被告年事已高 那他又坦承犯刑 所以呢 對於這強制猥褻 前後三次的這個行為呢 就各判 尤其徒刑三個月 那並且給予緩刑 然後在緩刑期間呢 付保付管束 第五個案件呢 是這個家庭的亂倫事件 那父親呢 單獨的撫養他的女兒 那因為這個父親呢 另外涉犯其他的犯罪而入監服刑 那涉扶機構呢 就把這個女兒安置到這個寄養家庭 那寄養媽媽呢 他發現呢 這個女兒呢 有一些異常的行為 比如說他會暴露 喜歡暴露他的身體 讓家庭裡頭的這個兒子來看 那寄養媽媽覺得很奇怪 所以就有承報這個給社工 那社工也有聘請這個心理諮商師 然後多次的跟這個女童談話 然後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父親在入監服刑之前 曾經把他帶到這個浴室裡頭 強行的脫下這個女孩的褲子 然後呢 以這個性器官插入他的陰道 然後強制性侵得逞 這個部分呢 被告是對這個未滿14歲的女童犯罪 那依照這個刑法第222條 第一項第二款的規定呢 這個就是對被害人年齡所特別設定的 這個保護規定 所以呢 不需要再依照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 第一項規定來加重其刑 那這個案件呢 之後法官呢 是給他判決有期徒刑9年確定 有以上的案例我們可以知道 不管是甘以偶發的傷害事件 或者是長期的精神 或者是身體的暴力加害的這個行為 那只要是發生在家庭成員關係之間的 這個暴力行為 都是屬於家庭暴力防治法 所要保護的範圍 對於家庭成員關係之間 有明顯的這個強弱的這個關係 例如說夫妻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兒少親子關係 或者是老年的親子關係 那作為伶俐或者是如王檢察官所說的 那在這個設政單位 警察單位 社會福利單位 以及這個檢警單位 在面臨到可能發生的這樣的事件的時候 如果能夠有更高的警覺心 或者是同理心 相信可以減少更多的這個 家庭暴力犯罪的發生黑數 或者是預防持續的發生家庭暴力犯罪 那減少函視 接著我們再回到剛剛所講的這個檢察機關 辦理家庭暴力案件注意事項 這讓我們更加的了解 檢察官在面對這個家庭暴力事件的時候 案件的處理流程 以及應注意的事項為何 在注意事項當中有規定 檢察官在任意案件的整個程序當中 若發現有家庭暴力情勢 且被害人申請保護令有困難或者不便的 那得斟酌個案具體情形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條第二項的規定 檢去市政向法院申請通常保護令 那如果預期被害人在短期內 仍有繼續受家庭暴力的可能 但尚未至急迫危險的程度 那可以申請核發暫時保護令 檢察官如果發現被害人 有受家庭暴力之急迫危險的情況 那可以依照家暴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但書的規定 以延遲電信傳真 或者是其他科技設備傳送的方式 申請法院依照家暴法第十六條 第四項合發緊急保護令 那並且得在這個夜間或休息日為之 但對於非上班時間 應盡量利用法院所設的專線 以電信傳真方式申請 那申請以電信傳真方式申請為之者呢 應該在申請書狀前 附加首頁傳送人的姓名 性別職稱 所屬機關的名稱 地址電話號碼 回傳文件的這個傳真機號碼等項目 檢察官依據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二條第一項 法書規定提出緊急保護令的申請後 於法院合法緊急保護令前 得斟酌個案具體情形 命令警察人員一家暴法第四十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的規定 在被害人住居所守護 或者是採取其他保護被害人 及其家庭成員之必要安全措施 檢察官申請民事保護令的時候 經斟酌被害人的意願 或其繼續受家庭暴力之危險性等情況 如認為被害人住居所有保密的必要 應該在申請書內載明此要求 並僅記載被害人送達處所 檢察官申請民事保護令 應注意收集具體施證 必要的時候指揮警察到現場查證 令其做查證報告 並賦予申請書內 或於申請後盡速補送法院來參考 檢察官申辦家庭暴力案件當中 若認為有必要傳訊被告被害人 之未成年子女作證的時候 應盡量採取格別訊問 並注意其情緒變化 避免其受到過度的心理壓力 那於起訴時呢 如非必要 應避免於起訴書內 引用被告未成年子女的證詞 作為認定被告罪嫌之唯一作證 此外為了保障被害人的權利及安全 家庭暴力案件之起訴書 不起訴處分書 還起訴處分書 或者是撤銷還起訴處分書 應確實依家暴法第37條之規定 送達於被害人 還要再注意 為了能夠確保被害人的安全 檢察官開庭或者是製作書類時 應注意有無對於這個被害人住居所 應於保密的必要 由應注意不得暴露安置被害人之庇護處所 另外 檢察官在執行家庭暴力案件 之確定判決時 應於指揮書上記名為家庭暴力案件 促請監獄長官與受刑人 預定出獄前或逃脫時 依家暴法第42條通知被害人 檢察機關 並應依監獄長官之請求 協助提供被害人之送達處所 該送達處所 如屬庇護所或經被害人請求保密時 監獄並應注意保密 如此便可盡量達到無縫保密被害人行蹤 以確保安全的目的 對於加害人的部分 檢察官認為家庭暴力案件被告犯罪情節輕微 而衡量是否依職權為不起訴處分 或者是還起訴處分時 應充分考量被害人之安全問題 並以聽取輔導被害人或被告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或社會福利機構的意見 檢察官偵辦家暴法第61條第五款 所定之違反保護令案件 得為還起訴處分 並命被告於一定的期間內完成加害人處遇計劃 檢察官對於犯家庭暴力罪及違反保護令罪 案件實行公訴時 得請求法院於為緩刑宣告時 命被告於緩刑副保護管述期間內 遵守家暴法第38條第2項所列一款或數款的事項 而家暴案件被告若受判決入監服刑 在受刑人假釋出獄前檢察官 申請法院保護管述時 得於申請書內在您 擬申請法院命被告於假釋付保護管述期間遵守之事項 及警察機關執行之 受保護管述人違反法院所命於保護管述期間內 應遵守事項且情結重大時 檢察官應急檢去施政 向法院申請裁令撤銷其緩刑之宣告 或通知原執行監獄報請撤銷假釋 第16至1條及第18條新增理由之中指在於 未落實加害人處遇計劃的執行 以達到有效預防加害人在辦的情況 有特別規定制必要而增定之 最後在注意事項第28條的提醒我們 檢察機關應與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警察、衛生、教育等防治家庭暴力有關機關 建立聯絡人制度 以加強平時的業務聯繫 提升被害人救援效能 也就是說必須要結合各單位的力量 才能真正的有效來處理家庭暴力的問題 以及這個案件眾志成成